香港人对于自己的认同 还有他对跟他跟中国的关系 我觉得情绪上是在转变的 好的谢谢玉芬 那我也想有一个问题想请教 在台北的武汉吴教授 是刚刚延续我们之前有关于 这个民族主义在香港发酵的一个讨论 那有些人认为说香港其实有权利愤怒 也可以说不 但是北京政府可能要非常小心的控制 这种民族主义的情绪的发酵 因为可能如果引起了全国都是仇非的情况 或者甚至说把费用都fire掉 都跟他们解雇的话 可能就是全部的那种仇非的情绪 可能对整个中国的外交不是一件好事 那不晓得武汉教授 您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个评论 主持人刚刚讲用民族主义这四个字 我倒是觉得说在这个问题上 用民族主义可能他把这个概念上 稍微扩大了一点 那我倒是比较认为这样的一个概念 应该算是本土意识 也就是说香港人自我认同的这个本土意识 那么当然在这个问题上面 这个会不会波及到这个 就整个会燃起心的 我倒是觉得应该不会 基本上香港人自己也蛮自制的 就在这一次在这个游行的过程里面 他们也尽量不要去喊这种 就是比较刺激的口号 那么对因为在那个菲律宾 在香港也有十几万人嘛 所以他们也避免去造成一种族群的冲突 那么在大陆上可能 我们看到也有一个报道是 中宣部也有一个禁令 就是希望各媒体啊 不要报一些负面的东西 报的都是一些这个救援啊 或者是这个这个怎么样去这个进行交涉啊 安排善后的问题 多报道这些正面的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 基本上就是在中共官方 基本上是不愿意把这个事情 升高成一个中非关系的一个恶化 因为在中非关系里面 它不是只有在处理这种人质危机 它还有其他的问题 包括甚至于南海的一些问题 这个都有在日后这个中国跟菲律宾之间的一种互动来解决 所以我想就这个问题的本身来讲 中国大陆或者是香港 都不愿意把它升高成一个两方关系恶化的一个因素 好的 非常谢谢武汉教授的分析 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请台北的谢先生 不少给我们回到线上了没有 台北的谢先生 如果你在线上的话请讲 喂 谢谢您请收 菲律宾政府 菲律宾很像港家是时空见惯 政府很像没什么压力 菲律宾政府有没有什么改善的计划 港府他死不上力 特首他死不上力 他是不是会有政治压力 因而会下台 那港府会不会想要说付现金来赎绑匪 让自己自囚多福 好的 谢谢台北的谢先生 下一位是台北的李先生 李先生您在线上了 请讲 大家好 这个事情主要就是菲律宾自己 这个警政署 他们的所谓的这个警政方面 他有没有这个训练小组 他有没有平常有警戒 还有这个训练啊 那这个东西你说香港这个香港人 那还要打到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的中央北京 再打到菲律宾等 好的 谢谢台北 这个东西根本就不是这个样子 什么民族不民族 主要就是菲律宾他训练小组类似 这种东西他没有嘛 好的 没有做好嘛 谢谢台北的李先生 谢谢您的观点 下一位是台中的林先生 台中的林先生您好 请讲 两位主持人您好 您好 因为这个时代一个是警政他们 菲律宾他们警政的一个问题 另外再因为有遇到我们香港的人民的事情 那就是香港它的外交方面 北京方面当成一个很小的事情 因此一个主权是很重要的 因此不仅他们菲律宾他们的政治方面 要彻底的改善之外 而且他们的媒体方便 把一些媒体的事情传播到那边 造成那个人的恐慌 所以把他杀掉 这是一种 视信上一种限电的控制也是很重要的 尤其紧要关头 谢谢 而且一个当然一个地区的主权是相当重要的 所以香港这一次的主权 他们应该有一个得到很重要的教训 好的 谢谢台中的林先生 谢谢您 下一位是安徽的周先生 周先生您好 请讲 安徽的周先生您在线上了 好的 我们请周先生 如果可以的话 听到我们节目再给我们回播回来 不好意思 漏见到您的电话 下一位是湖南的张先生 张先生您在线上了 请讲 好的 我再试试看 是山东的罗先生您在线上吗 听到的话请说 是的 请讲 我姓周 没关系请说 我觉得 这是香港的8名人 在菲律宾遇害 大陆有的网友认为 认为是中国的国力还不够强大 就是国际的政治影响力还不够强 他们说如果上面是美国的人子 可能就不会以这样的下场结束 因为这个劫匪 他的谈判的要求并不是高 只是恢复他的警察身份 而且就是说 菲律宾警方应该就是说 以保证人质安全为最重要 还有就是谈到这个民族主义情绪 说谈到中国还有香港的民族主义情绪 可是现在国内也有报道 说是菲律宾有很大的排华的势力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好的 谢谢朱先生 还是朱先生 这位听众他透过了电话的call in 提供了一个比较不一样观点 认为说反而是可能是因为菲律宾有排华 或者是说中国的国力还不够强盛 如果是美国的人子被绑架的话 可能就不会有这样的现象 我再来接听通电话 想请上海的殷先生也发表你的看法 上海的殷先生您好 请想 主持人你好 我想就是说 如果是个美国的人子 他从总统一直到整个美国 整个都会运转起来了 但是中国它是个专制国家 他对自己的国民 他根本就有这个生命不关心 只有在香港在各个地方 老北约的舆论都起来了 所以这个共产党这个政府 最后他没办法照表白下了 所以我也奉劝香港人民 不要把这个权放在第一位 要把人权放在第一位 这共产党你是不能相信他了 他在中国做了不知道做了多少坏事 杀了多少人 好的 谢谢上海的殷先生 那么综合刚才 海峡两个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意见 我想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 叶博弈 请博弈来主持 接下来这一轮的讨论 博弈 好的 谢谢东宁 刚刚几位听众朋友都提到了 想先请教在华府的曹玉芬女士 就是像湖南的这位听众朋友 还有上海的殷先生 她也提到 就是说 这个原制的身份呢 好像是会影响 这个菲律宾政府处理的态度 但刚刚我们前面的两位来宾的解释 好像是比较偏重于政府效能 那显然有些听众朋友 好像不太认同这样的观点 不知道您是不是可以跟听众朋友们 再做进一步的分析 您觉得到底是 菲律宾的政府效能出了问题 还是说他们确实对不同的人 具身份有大小眼的情况呢 我自己的官场应该 我还是认为是菲律宾 自己本身的效能问题 他的警方的训练 我刚刚提到 在过去菲律宾常常发生人质的问题 但治安事件层出不穷 台商在那里被绑架的情况也很多 只是因为过去观光客很少碰到 也很少碰到 作为所谓媒体现场直播 这样的一个情况 能够马上让国际的观众都看到 所以菲律宾本身内政的问题 就被放大成为一个国际问题 我不认为说 这个解匪今天会因为人质的国籍 他的表现有不同的做法 那么事实上 刚刚讲到美国人质 事实上今天美国人出国旅行 也是非常危险的 很多人甚至专门要针对美国人质 进行劫持或者是枪杀 因为美国人在世界各地要面对 直接的生命危险 可能比中国的旅客还要更大 我自己的感觉是说 这个事件让我们刚回到 我刚刚那个观点 就是说你看清楚你的邻居 平常你只是去观光 去蜻蜓点水 你不知道在那个地方生存 有什么样的危险 可是因为这个人质事件 让我们看到就是说 当你的邻近的国家 他的这个政治制度或民主制度 出现重大问题的时候 有一天可能这个灾难会领到你自己的身上 好的 谢谢曹一芬女士 那么回到台北 我们来请教吴汉吴教授 就是我们注意到这一次 那个菲律宾 刚刚曹女士也提到 就是 对这一次的事件发生之后呢 菲律宾的政府很多的这个政策 或者是做法都被放大检视来看 那么有人就说 这个菲律宾的这个特种部队呢 他先现在眼泪的时候呢 两分钟就可以把这个 解肥给制服了 不像这次拖了这么久的时间 所以眼泪跟实际 显然是不一样的状况 那么另外 是不是可以请您评述一下 这个部分 比方说像中国大陆呢 这个 这个在经济之后 现在有这个世博 然后十一月 还有广州的亚运 亚运会等等的 那么是不是中国 也可以从中学习到一些 一些功课 那么另外呢 刚刚也是请教曹玉芬女士的 关于这个 是不是人质的身份 会影响到菲律宾政府的处理态度 这几个问题 也想请教吴汉吴教授 关于这个人质的身份 会不会影响菲律宾处理态度啊 我想这个是这个 我认同这个曹女士的看法 因为